赛罗作为神秘寺奥之下最强的奥特战士 代表了光之国最强战力 是所有新生代英雄们的领路人 如今的赛罗更是成为了披风一族 资历和威望可见一般 但你知道吗 早期的赛罗曾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战斗 甚至还有过几次战败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超级赛罗格斗中 泰恩贝拉星人带着他的宠物怪兽维欧赛罗一个人 一开始他们两个虽然让赛罗吃了一些小亏 但对赛罗来说问题不大 主要是在接下来的剧情中 格罗剑使用自己的技能动结了赛罗的一只脚 直接让赛罗失去了行动力 然后又面临四个人的群龙 赛罗差点被他们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若不是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出现的及时 此时的赛罗可能已经阵亡了 第二次是超绝战 贝利亚迎合帝国中 在镜子骑士的帮助下 人间提小兰再一次变成了赛罗奥特曼 并且和贝利亚开始了战斗 战斗的过程中 两个人从天南打到地北 一副势均力敌的样子 但后来贝利亚吸收了艾美拉鲁矿石的能量 从而变成了电弧贝利亚 直接就把赛罗捏在了手里 赛罗无法挣脱 差点让贝利亚活活捏死 虽然在火焰战士的帮助下 赛罗暂时被救了出来 但接下来为了守护身后的艾斯美拉鲁达星球 赛罗和火焰战士他们一起抵挡贝利亚的技能 结果因为能量耗尽 胸前的指示灯彻底熄灭 其中赛罗高斯戴拿三人的合力之下 打败了幼年体的支盾 但没想到幼年体的支盾完成了进化 变成了完全体的超级支盾 超级支盾的实力非常强大 凭借压倒性的实力 直接把赛罗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不管怎么打 赛罗他们都碰不到对方的一根手指头 超级支盾被称为公认的最强怪兽 在他的一个技能之下 戴拿和高斯直接变成光粒子消失了 赛罗同样也不好受 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没过多久 他胸前的指示灯就灭了 第四次是在杰德奥特曼的TV中 赛罗变成无线形态和吉尔贝利亚进行战斗 咱们有一说一 赛罗变成无线形态之后 战斗力其实非常强大 一开始甚至能和吉尔贝利亚打成了五五开的局面 只不过因为辅警出 K那令人的妻子和女儿威胁令人 导致赛罗的攻击受到了限制 只能说这里不是赛罗的主场 最后贝利亚一爪子将赛罗打回了原形 远古的一贯作风就是为了突出后生晚辈的实力 从而强行削弱前辈的战斗力 接着赛罗又趁着贝利亚不注意 将卡雷兰分子分解媒打入了她的彩色即时器内 从而阻止贝利亚继续吸收宇宙中王王的力量 但同样 赛罗被吉尔贝利亚反手一爪子穿透身体 变成光粒子消失 甚至令人也因此受了重伤 讲真 如果这里是赛罗的主场 凭借无线形态 说不定真的能够打败吉尔贝利亚 但缺点就是 未来贝利亚很有可能会再次复活 第五次是在奥特银河格斗2中 小金人塔尔塔洛斯劫持了尤里安公主 为了阻止对方 赛罗穿上纠集铠甲 变成了纠集闪耀形态 并且和小金人战斗了起来 一开始 两人的战斗势均力敌 但小金人深知 赛罗无法长时间维持当前的形态 所以到最后 赛罗败在了小金人的手里 小金人虽然号称是纠集生命体 实力非常强大 但对赛罗来说 算得上是一种耻辱 毕竟他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 结果还是没能打败对方 所以赛罗对这件事情一直念念不忘 为了能够打败小金人 他后来还找上了乔尼亚斯 要跟对方学习战斗能力 总的来说 赛罗一路走来 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的事情 但如今的他 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战士 对方来说